981人民中心20個市有貨的 應該他問你的前景是怎樣看的? 這隻股就明明之前業績是不錯的 晶片價格又升 他的毛利率也都在最近幾季不斷的回升 但是就幫不了股價的 可能因為始終他都是屬於一隻中美關係之下的 所謂犧牲品 他都在美國的制裁名單 有很多的核心技術、設備就拿不到回來 所以即使你說去年業績好 大家都擔心 你沒有那些新技術 你不能夠進一步擴大一些所謂低納米的產能的話 未來那個發展空間都是比較有限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這些股 就算當你要買也好 都是一個很短線 純粹是薄一下反彈 或者薄一下短期業績的表現 但是中線如果一日去都還未能夠剔除在那個制裁名單裡面 我相信對股價來說 都還是會有些壓力 我們對股價來說 等於是 好 好 按摩